你爱我吗 怎么定义爱 为我要死要活 没有我世界就他了 这不是我理解的爱 那你理解的爱是什么 首先是何事 总不去抢花 本花象征爱情和美好 我什么都有了我干嘛要去抢 你这回答都可以登上教科书了 我真心话 你该不会是觉得我还在难过吧 没有担心你会触景深情 有句话这样说的 规别错的人才能和对的人相逢 所以我是那个对的人 你觉得呢 你和汉海的关系不方便对外公布 这种又是您的女朋友 在处理星辰的竞争关系上 我确实是不太好掌握分寸 你之前提过 将汉海和星辰合并 如果继续执行这个计划 你一下如何 要是季星知道 汉海是你一手复制起来的 我会找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他 总比到时候他从别人那知道的好 作为商人呢 摆在第一位的 永远是企业的利益最大化 说得难听的 感情这种事很容易变的 我当然也想利益最大化 只不过不管是韩总 还是其他投资人 说不定他们能给我的利益 比同科高呢 我给你融资 是股权分散 星辰海星际 他给你融资 是股权集中 星辰改星寒 听说你跟韩婷是大学同学啊 那这都十年了 他这一回国就投了你 看来是对你念念不忘啊 你和他是在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 兴趣爱好 看问题的角度 甚至价值观爱情观 都天差地别 你确定是他了吗 你以为你很了解韩婷吗 韩婷早在德国的时候就投资了汉海 至于星辰 不过是用来打掩护的烟雾弹而已 当有一天汉海足够强大的时候 会不会吞了星辰 我知道星辰是你的情绪 我会保护好他的 你让他欢心呢 他就留你一命 你要是讨他不喜欢 他就掐随 韩婷 你爱我吗 怎么定意爱 为我要死要活 没有我世界就他了 这不是我理解的爱 那你理解的爱是什么 首先是何事 你就没有想过 他哪里看得上你啊 想找个合适的人很难啊 需要三观 时间精神 灵魂方面的集合 他喜欢你什么 单纯吗 带我来这里三星 这里是新港最好的关心点 你快看看 你看到中间那颗了吗 最中间那颗 哪颗 最亮的那个 看到了吗 看到了 那颗星星现在有名字了 叫心动不停 送给你 送给你 我特别喜欢看星星 我刚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 压力特别大 会迷茫 会孤单 但是只要一抬头看星星 就会觉得 好放松啊 而且好浪漫 那一瞬间就感觉 他给了我做梦的权利 但比那个更浪漫的是 此刻你在我身边 工资总共就一两万 像星辰这种创业公司 没有股份谁跟你在这干啊 真以为我为梦想先生啊 现身也不为你们啊 星辰给你开了工资 那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 你没出资金 没出人脉 也没参与管理 更何况你入职的时候 星辰已经接受了东一的投资 如果你要拿股份 那是不是所有员工都得拿股份 没想到我跟你共同奋斗了这么久 你居然为了利益耍赖 我耍赖 我们的劳动合同上 没有这个条款啊 如果你能拿出证据说你是股东 我认 口头上的约定俗成哪有证据啊 我告诉你 我是星辰元老 当初技术入股 星辰的股份 我至少要百分之三 负责 卫卫 我不能答应你 行 这是你说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